第十二集大結局 我們來到玩具TV第24集 第十二集大結局 接近最後一節 這次要介紹的 不好意思主席我滑了你 Metal Robot 1 如果你之前有買到TR-1 這隻就不能離開了 G-Pass佛多德 和Advanced Pass套裝 原來是在拍攝這邊 看見今次正正經經 直接用了佛多德在宇宙飛行的形態 所以沒什麼特別 好 可惜今天沒有帶到那個 我是找不到 有人家裡玩具多到 找不到出來 麻煩Close-up 時間關係 它有兩隻機 巡禮 是呀 所以我才買多一遍 看見兩層吸索 第一層就是兩隻佛多德 你以為只有一隻嗎 是 如何問你 留意下集Toy Speedbit 第二層就是本身真的 這個TR-1 加上佛多德當時的組件 待會介紹 因為我本身沒有帶到這個TR-1的關係 或者我直接介紹一些 TR-1的補件 你會看到 主要都會是一些連接組件 和頭部附加裝備 加上它那雙高跟鞋 高跟鞋是要換件 因為它本身是 不是換件 是加件 是加件 對 所以變了 都跟足原著 槍先拿出來 T-3部隊 慣常用的短嘴 雖然看起來很單調 但它的著色其實是不錯的 這個子彈甲是不能拆的 亦都不建議拆 亦都沒有需要 這樣才有型 是的 好,重點 就是本身 Advanced TR-1的頭部組件 戴著帽 這個可著脫色 看到本身中間有一個獨眼 這個就更清楚了 剛剛有觀眾說 這個節目有小朋友看 我覺得它會騙我 這些全部是老餅的東西 真的沒有小朋友看的 好了 這個會看到整個 TR-1Hazel的頭 這個很漂亮 是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辦法 可以拍到它中間的獨眼 我想問 是不是有一個 一模一樣的機遲 但另一個配色 沒錯 我想說 有幾大機會 TR-1會出這個 泰坦絲的顏色 而這個佛多德組件 肯定都有機會 會出這個泰坦絲的顏色 我也是期待 會不會暈眩呢 高達頭 宇宙展示 但它本身這個眼 四邊是沒有上到黑色的菌邊 是不是設定了 不是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設定也是這樣 設定是不會讓你看到的眼 偷工減料 即是節省就節省 是的 這些也好 給你拆開看就算了 所以裝上去 那就正常回來了 德哥的玩具收藏 只有古天樂師生可以完成 神經病 我這些皮靠你 他那些第二個level的存在 沒錯 我完全不敢跟他比例 我們這些是租 我們租迷你倉 別人租貨倉 好 又搞定了 好 真是看回佛多德的單體 本身當然你這次一定要放一個台座 所以我都很小可地展示台座出來 而這個台座不是白色 而是用這個鋼琴黑 挺漂亮的 所以是 哇 我的手毛都可以反射 而銀色也是把這個 TTT實驗部隊 還有這個兔子的Logo 展示出來 看到上面的燈 反光度 Good 好了 我想問 阿德哥 你會不會覺得 表面處理就這樣交件有少少少 簡直是離譜 失望 會不會 回頭說 看到本身這個單體的佛多德 這個設計 真是很帥 騰崗健基 他是很喜歡用一種很強勁的直線去表達一些機體 很特別 但我是很喜歡的 很有他的風格 很有這個人的風格 我不太熟悉那個設計師的名字 但一看就感覺到他的風格 他的白色表面是沒有任何處理的 所以 你會見到 是跟一般的模型塑料一樣 當然 他其實本身 這隻白色是 呈灰藍色的 所以變了 你在視覺上 不算會有很大問題 好一點 是的 還有我相信 他變黃 應該就沒有那麼 要一點時間 時間 對 最主要是 你覺得 Metal Robo One 這個系列的 standard 去到哪裏 其實他 一向都不是全上色 可能淺灰白色 會比較覺眼 而且這麼大範圍 所以普遍上色是藍色 黑鐵色 還有點絕的黃色 Henry Hung說 主體是有上色的 所以一拍拍起來 就有點尷尬 我覺得就失望 這個位置 主體就是這樣 另外他還有一個 二機合體 我是未試過的 所以 又要玩多久 不知道 這兩架機可以合體 是 咦 不過在未二機合體之前 是不是都是拆件再組 那種合體 是呀 散修修 剛才我零零實實 拿出槍 最主要就是把本身 TR-1加上G-PASS 佛多德的組件 它是可以有不同的槍形態 也是一些極度簡單的組合 怎樣插呢 對了 是不是這樣 這個是槍 我沒有看說明書 應該也是 感覺 嘩 好大支 很多次 可能有些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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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書 是看到的人很煩 有黑白 有淡色 有 都是的 對 其實印彩色 價錢不是差那麼遠 我做印刷 我自己知道 拔了這一顆 不是 拔了這一顆 再套下去 嘩 這麼麻煙 其實 不是 窗尾 窗尾 都是要脫 M-R-1 基本上是全上色的 對了 變了一些長炮 對 變了一支 追擊槍的東西 很有型 很有型 它真的不複雜 拔了一件 兩件東西 拔了就搞定 但是 漂亮 感覺OK 好 這麼快 又說完了 多好 先安裝 免得不見 好 接著 打結後一下 嗯 其實這個 機設真的很漂亮 這個玩具也很吸引 但我只是想等它深色 你本身 無論是QC也好 這些老老 都 都相對會是安全很多 對 英俊的錢 灰色 好 接著 大家要給點時間 因為我是沒有變過的 好 一邊說一邊玩一邊趣 對 你可以先說回剛才一大堆朋友的 意見 對 3ZERO介紹完又不賣 要等一等 出貨始終要時間 R雲聖戰 事越出越好 對 紅色那隻肥仔 還未訂 真的未訂 有些藝 也不是的 一定會有的 都會有的 都會有的 我見到 之前那隻 烏鷹好像還有少許貨 粉紅色那隻 那隻 對 那個肥仔 我見到頭部好像不可以轉 所以我有點害怕 它不能轉 是嗎 少許都不行 我猜 擺姿子有些限制 另外說 Bandai對創作者的打壓 搞到好的高達片 BillyBilly才看到 Bandai對創作者的打壓 打壓 什麼 不是很認識 你意思 巨臂 很多人在等 這個 這個 巨臂 然後 有 Metal Robo 雲量產 NU 怎樣入手 可能我師兄在說 是否Pandai 應該是 是的 那個量產NU的造型 我沒有怎樣見過 我喜歡的 而且很奇怪 因為他把官圖 打個青燈上去 所以我不太知道 這東西到底是什麼色 我估計 它是一個有些青的白色 但他把官圖 打個很厲害的青燈 很擾亂 我就不太看 這東西到底是什麼色 問我是否在說 Metal Build的銷售手法 不是的 其實我是在說 High Metal R 那隻 因為他前幾年 就出了一隻 現在他改良 又出了一隻 想怎樣呢 想怎樣呢 他改良 我有訂的 因為我犯戰 但我真的想看 他改良了什麼 這麼厲害 這麼把炮 可以出多一次 騙了你 沒有說騙的 你愛不釋手 我起碼知道 他暫時還是沒有駕駛艙 因為他其他機體 有駕駛艙 但是 這隻 改來改去 他也是沒有駕駛艙 這麼有趣 所以 我最介意 他也是沒有駕駛艙 因為他其他幾隻 都有駕駛艙 對了 Master Grade SATA Gundam 的卡版 除了頭之外 我其實沒有什麼投訴 我真的麻煩 我真的為官圖拍得很生硬 我覺得很奇怪 胸部很扁 是啊 今天我看到有個師兄 用這個女性的胸部 比喻每一個不同的 SATA Gundam的產品 而這隻卡版的形容 是用一個年老的女士的胸部 形容他這個卡版的高達 SATA Gundam的胸部 真的很無音功 我看上去 我都覺得很奇怪 很匹癢 很扁 你看慣到好像 都是突出一點點 漂亮一點 但是他很扁 而且好像很生硬 機械人形態 可能他的賣點 其實是變形的順暢 或者那個緊緻度 但是我看到已經有人說 就是 他的飛機型態 其實怎樣都做不到電視的設定 因為電視的設定 他是不是兩邊的褹夾 側群夾應該是貼實了 整隻是貼得合 但是他這隻都是貼不實 而且很開 比某些過往的產品更加開 所以我就不太怕到 他今次的賣點在哪裡 可能是構造會好過以前 變形的時候比較穩陣 但是說真的 始終模型變形 我都不會想像到他有多濕 尤其是我玩完那隻 勇者王的 因為他今天有很多 蠻精彩的新聞 趁我現在變到慶樂學的時候 都說了剛才你說拆件變形 剛剛都有 YF-19的資料 亦都是一個拆件變形 但是我個人是絕對贊成的做法 其實都是only option 不是 因為你始終特別是這些 這麼窄洗的東西 你 我能遠玩件實實正正正的 玩具好過散修修 我很怕那些 但是另一方面來說 其實變形還有沒有意義呢 當然啦 你真的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玩法 我們這些造型先決的 就覺得OK 其實我又 大家討論或者分享 我以前我們小時候 那些超小妖菜 那些玩具 它有幾種 而一種是一合有幾個形態 而你現在這隻high grade的 VF-21 YF-19 它是下半身變形 上半身是換來換去的 其實有沒有意義呢 我真心問的 我不是 也不是批評 純粹是沒有意義 是的 我純粹是覺得 有沒有意義呢 這件事 我個人而已 可以 不代表Walker立場 本身變形 我真的只追求那幾個形態 一個很漂亮的形態 變了它盡量保持到這件事之餘 又可以讓我享受到一些局部的變形 又不需要太多件去拆散的話 我是接受的 我個人 我個人是接受的 我也沒有問題 而且這次造型很漂亮 而且海動性很高 純粹是覺得 作為一件玩具模型 有沒有意義 我也不知道怎麼形容 其實 跟砌三隻 砌一隻飛機 砌一隻機械人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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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別在哪裡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何不直接買三件 是否這麼好 對 我有些九件 一時間想不到 那些朋友 有沒有什麼意見 大家都可以發表一下 另外一個 我們剛剛都談過的 就是這個 應該叫做 Metal Robo 1的New Gundam 這件事有點奇怪 暫時展出了 Metal Robo 1的New Gundam 就沒有飛翔炮 暫時沒有盾 所以我相信他不是太開賣 他應該是 一式有飛翔炮 有槍 有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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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暫時沒有出現 但是 說真的 他小腿中前面 一刀過的甲口 這個呢 就有點令人難以理解 因為你同一個比例的 量產型的 那個應該叫做 High Metal R 是 的卡版 應該叫做 那個呢 小腿就沒有這條狠 沒有這個甲口 那怎樣 而你這隻 Metal Robo 1的New Gundam 造型就跟 有一隻 一比一四四模型 是不是叫一比四四 一比一四四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但是 一模一樣 都不會在中間 夾口 這真是離譜 老實說 那一隻 我估計的售價 是一千元的 Metal Robo 1 New Gundam 都可以叫做千呼萬門 對 為什麼小腿那裡 有這麼大條甲口 究竟發生什麼事 是不是剪片 我相信 他拿出來的剪片 應該就是大貨的樣子 為什麼呢 有沒有人可以解釋一下 對 叫經理出來 叫經理出來 我就不太明白了 你說他是不是很噁心 我又不會說他很噁心 我覺得他 是肉酸 不是 我覺得他是傾向動畫造型 我有一點點感覺 他是動畫造型 其實Metal Robo 1 這個系列 都有一向標榜 例如Anime系列 就是動畫造型 但是 雖在 我覺得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剛剛那個 Entry Gray 已經是同一個造型 一模一樣的 變成你的吸引力 就小了 我覺得 因為 我已經有Entry Gray 當然不能夠比 一個是合金玩具 是 但其實 Entry Gray 已經是出得很好 已經是可以 對 可以上升 用那個造型 用來出Metal 我都沒有說話說 對 但是 小腿中間的隔口 真的很外難 還有 你這個系列的standard 這個系列的價錢 這個系列的 一向的質素 對 質素應該起碼 比Robo 1高 你Robo 1 都不會在中間 那裡湯一夜 好 想怎樣呢 對 這個真的有些問題 希望他們會 我不知道 日本那邊的人 會不會像我那樣 這麼憤怒 我不是這麼嚴尖 我是不是這麼不可理喻 現在 我是不是這麼不可理喻 現在 我是不是這麼不可理喻 看到女人 是我瞞不講理 是我瞞不講理 是的 我都終於七七八八 說這只是參考出品 不知道了 但這隻HIGH NEW 應該會出的 炒冷飯炒 第四隻HIGH NEW 第四隻HIGH NEW 第四隻HIGH NEW 第一隻是膠 第二隻是METAL 第三隻是METAL 改了頭 第四隻 這隻有什麼 這隻的造型 很漂亮 很貼近最原祖插圖的HIGH NEW 我覺得 是 但它似乎是肥油炮沒有漸變 這個叫做卡巴 這次沒有漸變式 方便生產 整個肥油炮是白色 如果我沒有記錯 難以 但是小腿前面 都是有舊口 是我不可理喻 是我 吹無求疵 你不要要我 這樣 不知道 不知道之後會不會改良 我就不清楚 我有些 真的很愛眼 因為 Rubo HUN也不會 何況你 METAL RUBO HUN是貴的 為什麼會弄成這樣呢 WW Yung說 METAL RUBO HUN的雙龍 高達 會不會入手 齊齊五指 有儲開的應該會 是啊 沒辦法走 而且 這隻雙龍都算頂得久了 這隻雙龍 大概有 整個小時才 我相信 我相信 應該擁有的朋友 想要的 會要到的 炒家 這次 相對性 沒什麼特別出手 講開新產品 有WAVE 1比24裝飾 其實是Wing模型 有什麼 賣點呢 暫時看外型 沒什麼特別 因為今時今日的技術 我會以為 他會做得更加細節 特別是 咖啡倉 暫時 假期初見不到 應該會有 但表面處理 就不覺得很好 比例是順眼的 但表面處理 即是鍋釘 細節 那些東西 就不覺得多了 沒有一種 嘩的感覺 對 因為你始終 模型有這麼多選擇 1比20 出過 1比35 出過 你WAVE的1比35 出得不錯 很容易 是的 而且我也挺推崇 這個1比35的WAVE系列 它本身一來 比例漂亮 二來出得好 一些喜歡大頭的 或者不喜歡大頭的 都覺得不錯 原來我已經變了 是的 看到兩個佛多德結合之後 就成為了這個新型態 這個 這個插在機械上 那當然 其實你是 可以裝多一支 不過我不覺得這樣 會特別好看 所以 就這樣算 跟回說明書 這裡也有一個基本可動 又可以拔它出來 給大家看會更好 剛才 進去這裡 都挺緊的 嘩 所以大家玩的時候 小心一點 這樣看就可能會清楚一點 那如果你有買到這個TR-1的話 那也可以將兩部 或者一部的佛多德 裝上去 那單體的佛多德 本身也都算做 有一定的可換性 因為 你看到有很多 挺有趣 獨立的關節 整隻鳥 整隻鳥 那樣 看起來也不錯 大家有興趣的 留意下一集 這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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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一個 就會在這一個 這一個 就會在這一個 為甚麼 因為你買多了 我最初以為只有一個 你最初以為只有一個 竟然是兩隻 所以整個人 多開心和真發 變成這一個 就可以 測完 介紹完 下個禮拜就送走它 好 我們可以放回大螢幕 今集就到這裏 接著就吹水了 還有甚麼水未吹的 新產品很多 對 看看朋友有甚麼 謝謝